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就是脑酸塞的案例 脑梗塞案例 曾先生脑中风病史 曾先生男年龄65岁 2013年1月3号周四发烧头晕 2013年1月4号周五到诊所求医拿药 2013年1月5号周六感觉不适再去诊所求医 到了半晚头晕得更不舒服 有女儿再带至医院就诊 2013年1月6号周日早上再到医院注射点滴 但反而更加的严重 头晕且呕吐甚至无法站立 进行脑部检查诊断视为小脑中风 下午转诊至彰化某大医院 下午2点46分做胸部X光检查 2013年1月7号周一 血液尿液检查 下午8点53分 医院安排进行MRI核磁共振 诊断为梗塞性脑中风 2013年1月8号周二 安排心脏超阴波检查 2013年1月9号周三住院第四天 开始出现嘴巴歪斜 及眼睛无法对焦现象 无法起身走路 并于早上UIL超阴波检查肝脏 曾太太因其先生病情恶化 开始担心四处寻求协助 紧急联络南投中心新村 原始点推广处志工 志工开车前往医院探视 于下午6点左右到达 开始以原始点处理 一、推按头部、颈部、上背部之原始点 二、吃姜粉一小汤匙 三、温敷相关原始点 2013年1月10号周四 该部位之栓塞已完全消失 2013年1月11号周五 经医院诊断脑栓塞已消除 已可出院 2013年1月12号周六 出院回家 志工前往按推 及指导内外热源的使用方法 并与家属强调运动 及饮食调整配合的重要性 志工与曾先生谈话过程中了解到 曾先生因住院及回家过程 无法确实温敷 嘴巴又歪斜 志工随即帮他按推 2013年1月12号周六 按推原始点前 失作原始点后 嘴巴又回正 嘴巴回正后 仍失与温敷 后继 2013年1月13号周日 曾先生经失作原始点后 再经24小时温敷 症状完全解除 也因此了解到温敷的重要性 一转达他 特别感谢张昭汉医师 与志工们的帮忙与付出 2013年11月23号 街头散布买菜 前后历经十个月 我们接下来放的 也是脑酸塞 一个案例 09 脑酸塞案例 从2015年 差不多4月份的时候 在无语中看到张老师的视频 那时候我就深深被张老师 如师奉献的精神所吸引 也心向盲知 其中这段时间 我也有用他的手法 帮朋友按推过 觉得蛮有效的 有效的 2016年2月27号 凌晨4点钟左右 忽然间我感到手脚无力 那时候我记得信仰不会是中风吧 那时候我打电话来基金会 基金会说休息了 那时候我才知道 是放假年纠三天 没办法 只好叫救护车送我到我们园园去 可是住院期间 就只跟我一天吃了通血管的药吧 药就一天吃一颗 2016年3月3号的时候 我就跟医生请假 我就吃日跑来原食店 所以我回去 我礼拜一就跟医生讲 我就问他说 医院有没有办法把我的中风治好 他说我没办法 我从3月7号 礼拜一出院 我3月8号 就第一次来基金会 那时候我来基金会 第一天的时候 我连站都站不起来 因为我左手左脚无力 站起来就往左倾倒 可是经过师兄的按推以后 我站起来左脚就比较有力 可以站得比较猛 昨天3月9号 再来基金会 也经过师兄的按推 我拿了辅助架 走了四趟 3月11 礼拜五 我再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辅助器拿掉了 自己空手拿了 就可以爬那个阶梯50下 回去以后就照师兄跟我讲的方法 温乎运动 然后3月14号来基金会 就可以在后山碑捷运站 上下来回6趟一个钟头 到了4月1号的时候 我已经可以在后山碑捷运站 55分钟我就可以爬上下16趟 每次2间 也才20天左右吧 我就几乎有护运到六七成的 我现在基本上我的生活 跟我的行动都可以自己来达到 我姜汤刚开始的时候 我差不多干姜60克 用六碗水用电药符煎煮 然后剩一碗半 这样子每天煮三次 后来就每天30克干姜 也是六碗水用电药符煮 剩一碗半每天三次 我温敷睡久每天差不多两个钟头吧 其实其中我大部分都是靠运动 我听了师兄的话 每天就拼命的运动 可是真的很累很痠很痛 全身就痛得要死 可是咬紧牙还是每天的动 就是每天每天都在动 不管它多痛多痠还是要运动 所以我觉得运动还是对自己身体最大的防御 今天是二年16年4月7号 我复原的状况 现在让我走路已经几乎都无障碍了 其实脑中风不管出血或脑梗塞 一定记得 一定记得 当下就要急救了 我说倒下去就要急救 绝对不要拖 但是他的阴言比较不记住 刚好基金会休息 只好去医院 那单割夜久 有些脑部的组织怎么样 还是会损伤 那损伤之后的后遗症 就要靠患者的意志力 然后加强运动 这样才能够效果明显 那我们现在也再来看 基金会做的也是中风的一个案例 中风案例 事情发生在2013年3月18号 大概是下午3点40分左右 我姐在打电话的时候 突然左边无力就摊坐在地上 到了4点大概4点40分左右 我妈才找到我 我就骑摩车过去 那边大概接近5点不到 看到大姐摊坐在地上 两手无力 眼神有点涣散 那讲话就予无伦次 那我本来想在地上就开始做急救 因为张医师讲的 人还有意识 然后如果是眼歪口鞋 那就是属于中风 那我想中风就从头部原始点开始 我就从耳部的原始点开始先按 耳部原始点按完 就要按整部 整骨的地方 整骨按完之后 要按三背部 开始骂人了 会讲话了 就说痛 张医师有时候会很痛就有救 那个时候心里就稳定多了 然后上背部其实也没怎么按 因为它非常的痛 按完头部之后 它已经可以自己站起来了 我们只要在旁边照护着不让它摔跤 它可以自己慢慢走 可是看得出左脚抬不动 左手完全没力像断掉一样 然后嘴巴就是一边流口水 眼神换上 因为它会撞到我们 所以我可以断定它看不清楚 然后把它扶到床铺上 躺在电热躺上 一放下去 马上睡早了 那个睡法根本 不醒人是整个打憨 叫也叫不醒了 我说好吧 就让它睡吧 其实整个流程 整个时间很短 短短大概 一分多钟 两分钟不到吧 他在倒下的第三天 就自己走路去洗头发 第二天早上就自己会起床 那整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只能跟你讲你歐巴很大 这样接下来后遗症就会很快 不然这样慢慢地歐巴 所以你不会有事 好 那我只能跟你讲你歐巴很大 可以跳舞 走路很正常 各位大家好 好 谢谢张医师 好 那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呢 就像在刚刚影片上说的 我感谢所有赋予我第二次生命 好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 旧金山的一个重工案例 我叫Christine 我今年1月9号中风 然后是 今天我朋友介绍 3月24号 来到旧金山元时点这边 那到今天刚好是两个月 那我刚来的时候 手脚走路非常不灵活 然后左脸就是阴阳脸 然后手和脚都有麻 然后第一次大宗师傅帮我按了之后 立刻我的手麻的情形就好很多 大概按了两次三次以后 那个麻的情形就完全没有 然后刚开始来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非常慢 左右手脚也不灵活 然后走路就需要用拐杖来走 现在两个月之后 200公尺以内都可以自己走 不需要扶着拐杖 然后脸上阴阳的点的情形也消失 经由陈师傅 然后大当师傅还有LUNA 就是教导原始点的知识 我现在就是每天服用姜汤 刚开始的时候是大概一天60克的姜 现在的话我是一天大概85到90克的姜 这样喝 那就是还有用红豆袋 背部用红豆袋 像有的地方比较白天的话 不方便就用暖暖包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然后最近大概这两个礼拜 开始用水暖垫 就发觉说我的情形真的是改善非常多 然后还有我现在 刚开始来的时候 因为手脚不灵光 所以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很大的运动 只能说 因为我的那个附健师 是叫我做一些很简单的运动 现在的话因为手脚可以走 走路比较多 然后我就运动 大概每天可以 连续走路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那就是真的很感谢张医师发明的原始点 然后呢 让我的那个中风的症状改善非常多 谢谢 前后历经两个月 三月 月 后续追踪 2015年11月15日 已可正常行走 好整个中风也放完了 如果以医疗界 中风算是很难治疗 一些说三大死亡嘛 统计下来 第一名是什么 癌 癌肿瘤 这个是第一个死亡 第二个心血管疾病 第三个就是什么 脑血管疾病 脑血管疾病 但你想想看 这三 这三种病 为什么会 死那么多人呢 照理 我们 病因已经讲很清楚了 会死的情况一定是 什么情况 热人耗尽嘛 热人耗尽嘛 然后没有体力嘛 然后没有体力的一些 病症一一出现 他才会死人 但这三种 中风偏淡无力 有一点无力而已 但还没有到什么 水肿啊 什么气喘啊 面无光泽 什么都还没有出现 只是一个偏淡无力 会死人吗 不可能 以我们便因 已经讲得很清楚 第一个那就可以确定 这个只能说到中风 倒下去偏淡无力 口眼乖邪 那个只能算重病 有没有 但重病而已喔 还没有说重病之后的 形象已现喔 我认为还不到 那拖久了我就不敢讲 倒下去那一个 就是重病而已 那你处理得到 一般按下去你看 有哪一个没有效的 所以我确定它就是属症 那其他的后一症就是属症 就是本处体伤啊 也是症 症的本处体伤跟症 有分他处跟本处 对不对 那如果这些无力啊 这些症的无力感 那个就是要温敷 我们便因已经教各位 那你只要重用内外热源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 运动 你看你昨天我放的那个84岁 有没有 强化运动 那今天再放一个脑酸塞的 也是一直强调运动 然后它温敷时间不是很长 如果温敷时间再长一点 效果就会更好 我认为西医之所以会处理不好 还是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中风不应该开脑内的出血或梗塞 因为这些检测的异常 跟中风的症状有没有关 完全无关 也就是不管出血或脑酸散 那个都是果 也就是因为体相跟热能不足 所造成的果 包括瘫痪也是 果 以果之间 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 彼此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没有 不能说老大会生老二 或老二会生老三 这些彼此间没有这种关系 都是因为同样一个因素 体相热能不足所造成 那也就是从体相跟热能下手 你看很多症状立即改善 那有些会改善的比较快 像出血型的 他行动很快就改善 那脑出血那个血块 会慢慢被身体怎么样吸收 所以几个案例放下来 我们就知道 而且好的时候如果当下处理 几乎都没有后移症 但西医即便当下处理 有没有后移症 太大了 只要开颅手术之后 不是偏瘫就是植物人 甚至在手术的过程中 就有死亡的案例 那这样不断的呈现给我们看 我们以为中风是很严重的 只要中风家里有一个 全家都陷入愁营残物了 全家就要付出很大的心力 跟财力去照顾 所以中风对大家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如果你们看一下 原来是我们现在的医疗还是怎么样 不完善啦 才会造成这么多的问题 我记得有一次喔 我那时候还在北京上 跟他们讲课的时候 那也有医院来 那医院看到我放这些急救 那个急救图喔 他非常感兴趣 因为他们很多患者 都是中风急性中风就送来 那有些也是后遗症在处理 然后他就说 张医师你能不能来我们这里医院 甚至把牌照牵过来来这里 来帮这些中风的人处理 我想一想好像也可以啊 可以大展身受 所以我进一步问他 好 那你如果叫我过来 也到你们医院去处理 那我的职务是安排怎么样 我意思是说 是安排中风一进来就给我处理 还是你们开完刀之后 我再来收拾残局 这个要先说好啊 要不然每个开完喔 每个都瘫的 我揉两只手揉都揉瘫了 也没办法 所以我要先生 那如果我先做 那他们我就好收拾了 对不对 我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嘛 那我只要几个助手 手法交一交 然后温敷 姜汤 该喝的 那怎么会有那么多呢 好 所以我就问 哪一个先这个很重要 他们说 我们先 你帮我收拾 我一听我说那就别免谈了 因为他们处理的 我在擦他们的屁股 永远插不完你知道吗 所以简单的讲 我讲到这里 就是提醒各位 你们如果遇到中风 如果是家属 我还是建议吧 自己动手吧 因为西医的观念 确实跟我们差异蛮大 因为患处不能处理 他们处理 还有一个问题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 去一家医院 就是亲属中风 他没有来找我 先去医院割完了 头部也剥开了 血也挖干净了 然后也瘫了 再来找我 找我去的时候 那时候还在手术 玩家户病房里面 我去看他 我说你怎么不找 通知我呢 怎么跑到这里来 那他说急嘛 急就是直接想到 就是打电话 叫救护车赶快送去 救护车一定送到医院嘛 那这个我也能理解 所以我去的时候 就已经带了软贴 这些外热源 然后还有一些姜汤之类的 希望能够帮他补充 结果我很小心 我怕护士看到 我就在他枕头上贴一个 我说你以后睡觉再在这里 然后我就开始帮他按摩 结果护理人也一看 我怎么在帮人家按摩 就来问 你没有我引起怎么可以按 我说我帮他舒缓 我看他很难过 他说他头不出血 你竟然在这里按 他说按了会更大的出血 所以不能按 我说好吧那就不按 然后我叫他躺着 那个软贴 我护士就开始查他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说没有啊就市面上那个保卵一下嘛 不行 那个热啊 会让里面的血再跑出来 拿掉 所以我就知道了 我们的这一套 医院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那我一路坐下来 你们也知道壮的组织受损 他的修护需要 内外热源啊 他们是冰敷啊 这两个劫难不一样 怎么可能会有好结果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按的时候有人就问 那按了如果血一直出来怎么办 你放心 如果按了循环变好的时候 反而他修护力就怎么样 加强 该留的留 然后伤口他的修护怎么样 速度会加速 所以反而不用担心 那你一下子冰敷把它堵住了 颅内压还是很高 压力还是很高的倾向 组织会不会死得更快 所以是这样的道理 但是没办法 跟蜥蜴已经 有一点肌同压降了 再来讲的 我刚刚讲的 死亡第三名是脑中风 那第二名是什么 心脏病了 心脏病化现在也是死亡力蛮高的 而且有一些光心脏 不要说西医讲的什么心肌梗塞啦 心肌梗塞猝死这一类 就算一般的心脏病 就是很大的蜂蜴症 他们有时候说心血管毒涩啦 要装支架搭桥有没有 这些他们可厉害啦 但是我是不同意说 心肌梗塞会猝死 我想问你们 心肌梗塞会不会造成死亡 我说体内的都是要靠仪器检测 你才知道 那仪器检测都属什么 异常也就是属果 果会不会生出症状来 欸你们现在回答得很顺 但叫你们举手就挤不起来 所以我讲到这里你们知道答案了吗 知道了喔 所以心肌梗塞会不会造成死亡 那会不会的举手我看一下 欸一点就行啊还是有用 所以这个就是西医最大的问题 因为他几乎把所有人都洗脑了 就是心肌梗塞猝死 好像心肌梗塞是因死亡是果 那怎么是呢 他都是因为 因为我说倒下去那一刻 心脏不舒服开始 那是一个症 如果你懂得按 就不会产生接下来的 进一步恶化的时候 又另外一个果出现 比如梗塞 再进一步所有的都不运转了 那就是死亡 就不会造成后面的种种 组织运转的完全停顿 那开始组织运转层面的 我们说是体伤的问题欸 他刚开始还没有牵扯到 热能不足的问题 所以还是体伤 那你治不好 还是因为你开关的问题 但是现在心脏 因为西医具有发炎前 他们说梗塞造成猝死 那梗塞又是从哪里来 你再往前追 那不就是体伤引起的嘛 体伤没有处理好 才造成的 所以真正的因是什么 体伤 所以我说倒下去 就一再步跟你们讲 倒下去那一刻 是属于怎么样 症而非状 而症多属他处体伤 那我很显然 心脏病一定是早开关 好西医也懂喔 不是不懂 他们开始心脏病发的时候 他们开始怎么样 做CPR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过CPR 有的请举手我们看一下 调查一下 唉 比较少啊 那有没有人实际帮人家按过的 唉 还是有 你有没有救过人 按了有没有起来 没有喔 有没有人救起来 那如果都没有刚刚举手的那几个 应该压死不知道多少人喔 有统计喔 这是事实 你们不要笑 这个不是他的问题 我再三声明 因为我遇过一个 我们台湾的一个消防队员喔 他当了好像一二十年 然后他私底下讲喔 他看过无数他们做CPR的 他印象中没有一个救起来的 那也就是他一二十年看过 可能百人左右 没有一个活的 所以他对CPR 他也不敢讲 他说反正我们学这个 就是要照政府规定 只要心脏病 我们就是用CPR 也没有方法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全身的开关 我花五年 把所有的前后左右 其实我全部都摸过了 包括前面 你们别以为我是找到脊椎 那个找到脊椎多难你知道吗 我是前身上下每一条筋拨啊 包括这里肋骨啊 早期啊这里我都在推啊 推到最后 最后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在推 因为你患者来你怎么推 他有时候胸闷痛 我也不知道开关是在前面 还是背后啊 那有时候慢慢推 我也发现前面确实有开关 但是那个开关非常的小 它不是像立体式的 我们这个一按 全部都整个区域都 都可以影响到对不对 你看背后那个脊椎一按 前面也管到 背后也管到 是不是 然后下面也管到 也是一个立体式的 但是前面没有立体式的这个问题 它只是感觉舒缓一点点 也影响不到 你按前面不可能影响到背后 也就是背后的背痛它也不会啊 那这个就让我了解 也就是一路这样做的过程中 哇我就越来越清晰 原来前面没有大开关 你说小开关有 倒是有 但不足以解决大病 那像这种心脏病 病发的时候 突然来的时候 来得很急啊 你不找大开关 你玩小开关 那肯定会误人性命嘛 所以我很确定的 全面没有开关 所以当我看到 心脏病的抢救方式的时候 当时候我五年下来 确定位置的时候 西医动手的时候 我马上知道结果 这个结果是什么 大多数会以悲剧说唱 这已经是方向性的错误了 那这个方向性这么大的错误 竟然全世界都在学一个错误的东西 这个太离谱了 所以我那时候一直说 这个会害死人的 但是没有人听我讲 现在你看 世界各地都规定要学CBR 没有人规定要学原始点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患处不能按 有没有 他前面没有找到开关也就罢 竟然又在患处 也就是心脏有问题按心脏 我们说如果症多数他处嘛 不能再患处按嘛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啦 就像电灯没亮 你一定第一个先找开关嘛 不是去修理电灯 他们第一个就修理电灯 CBR就是这样 你看到倒下去就是一屋不亮的时候 他先去换电灯了 换完了这个人也走了 就是这样 所以那你们会问我 那心脏变化真的原始点有效吗 你想想看嘛 胸闷 胸痛 心静 只要用原始点一按 立即改善 不会有一个例外的 是立即性的 也就是心脏所有的问题 根本都在背后嘛 这些案例多到不行 我是一路这样做过来 包括还有就是心脏病发 他倒下去我也救过 但很可惜怎么样 没有手机去拍他啊 因为那时候抢救很急嘛 自己运动的时候 运动遇到爬山的时候遇到 也不可能带手机去拍嘛 不知道今天会发生这么重大的事啊 所以做完的时候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是一路这样做过来 太清楚了 这个是在台湾 我做了很多心脏的案例 那也确定就是在背后 那第一次我记得2009年来 国内演讲就是在北京 第一堂课 就有一个人心脏很不舒服 然后他以前心脏不舒服的时候 都要进医院 然后调养住院个四五天 这样慢慢才能够调理回来 那这一个人 刚好在上课的时间发作了 他发作的时候 他一直隐忍不发 就是很不舒服嘛 心脏蹦蹦跳 啊最后跳到眼睛也快看不清楚 然后他说想等我下课 但是学员看到啊 就说有一个学员看起来很严重啊 老师怎么办 我说来吧 停课立即做 那时候就像现在讲课 急救啊 那救起来的时候 那个学员 我说你为什么还忍啊 那么严重啊 他说我怕喔 万一你做不出来 你第一堂课又做不出来 我怕你喔 就可能被炒犹豫了 原来忍着是怕我喔 没办法做出来 因为他以前的经验就是 只要病发去医院都要四五天 那我当场怎么帮他 但是又实在不得已 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要不要看早期那个影片 好 那我们来放早期那一段 心脏病发处理案例 大家看到了喔 这个就是典型的寒症 舌苔白的 旁边还有齿痕 这是最典型的 好 谢谢你 那可以趴着 因为我知道这里很痛 因为我知道这里很痛 对 感觉是不是比较松了 你慢慢起来 没关系 给他慢慢起来看看 看看他现在的那个感觉 给他自己来 我好了啊 谢谢老师 不会不会 太好了 太神奇了 现在已经好了 刚才症状是 我虽然那个没有不咬 但是我这心跳 可能最少120下 一般正常的心跳 应该72下 所以我就感觉 那个心脏就是好像 像万一突出来一样的 蹦蹦蹦跳 然后我就害怕耽误大家上课 然后老师我就是 嗯 到最后下课的时候 看到老师 给我指引起来 没想到 他也不知道 我能够把它处理好 那担心我很多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 我在台湾可是怎么样 还要不然 杀肠老家 这种案例做得太多了 要不然怎么找到开关啊 会找到开关中间已经经历太多的 累积很多的个案了 所以这种对我而言 你认为是大case还是小case 小case喔 因为开关找对了就有效 但是他刚开始很严重喔 我叫他趴 他有没有趴下去 他没办法趴 趴了就 这里就压着痛 所以他不能趴 所以只好怎么样 先测 测卧的 等揉了一段时间 哎 他感觉舒服了 我叫他趴着 比较好揉 该找出来的 我说大开关 我这样一路找 我说如果是大开关 一定要离心脏最近 但又不能在心脏 对不对 患处是不能按 那离开患处最近的 这个又有立体的 就是不能只有一条线 或是一处有效 而是整体的有效 这个才叫大开关 那只有在背后 好 那你们了解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 CPR这样 你看行得通吗 当然行不通 那我们来看几个台湾的 最近也有发生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郭金发你们知不知道 唱台语 如果有学台语 像厦门的人 我相信就有很多人知道 他唱熊肉粽 烧肉粽 那个在台湾非常有名 他唱一半 就突然间心脏病发 然后人家抢救就做CPR 当场还是往生 我们来看这个 06的案例 遗憾的消息 72岁的歌王郭金发 昨天晚上在高雄魏武营 演唱他的招牌歌曲 十二八掌时 人突然往后倒 虽然旁边有人 立刻进行CPR 送到医院急救 但最后打了三十剂强心针 还是回天法术 最后因为心肺衰竭 抢救无效 宣告死亡 我们在一起为郭大哥加油 郭大哥加油 郭大哥 国金发突然往后倒下 主持人冲过去 立刻大喊 有医生在现场吗 刚好有一名乐师会CPR 立刻上前帮忙急救 救护车赶来 将人送到国军802医院 抢救两个小时 在晚间7点19分宣告死亡 享受72岁 这郭金发在台湾 几乎没有一个不认识的 非常有名 那你看 救人不是喊起来的 不是加油救人够起来的 那个要按开关 你不能灯不亮 你说加油加油赶快亮 那就是喊老半天它可能亮吗 那是不可能 你就是要找开关按 但是问题 现在台湾也是 台湾西化比这里严重太多了 所以几乎都学CPR 所以你看 在高雄那个场合 也没有刚好有志工学原始点的 要不然就 有可能有转机啦 很可惜 那这样的案例真的很多 我们再来放中天新闻 还有跳舞的 台东新议员师向欣 昨天呢他为了饱受街场噪音锁苦的民众 向国防部长陈兆明请命 话才刚说完坐下来 突然心肌梗塞倒地 吓坏了所有人 卫生局长这个呂乔阳 尝试紧急的为他做了CPR 到了晚间还是不幸过世 好我们来看喔 这个也是一个 前面那一个 你看唱歌的时候 他前一刻还有体力对不对 那突然间倒下去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确定 不是热能怎么样 热能不足的问题 而是突然间怎么样 运转层面出了问题 也就是体伤的问题 所以西医也知道 只要把他刺激了 他就会来 因为刺激就是让组织怎么样 运转顺畅就好 这个是对的 但是开关的问题 他们找错了 那同样这一个议员在执行 前一刻还有力 在说什么 然后回座位 马上倒下去 跟第一个是不是雷同 事实上是雷同 也就是他不是热能不足的问题 而是什么 体伤的问题 所以我说倒下去 那个是绝对是正 绝对不是壮 而多数他处体伤 几乎也可以确认 也就是这个生死就看在怎么样 开关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 我敢讲课的说 你哪里痛哪里麻 你出来吧 我知道按了都一定有效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正 正多数他处体伤 也就像这种 几乎原始点来看 几乎百分之九十几以上 都可以救活啦 也就十个有九点九可能都救的活 我只是没有 不敢说满啦 因为多数他处嘛 那你拖久了我就不敢讲 因为这种东西一停久了 会怎么样组织会坏死欸 那它没有运转就组织会坏死了 所以后续的我就 但倒下去那一刻如果在 以原始点的角度 那按开关一按就解决了 我在山上那个救的也是很快 大概两秒钟 那就突然间没有意识了 那旁人很紧张 我叫他扶到旁边 然后立即按下去 他喊一个痛然后醒来了 然后那时候救护车已经赶来 要把他带去医院了 是我抢先一步啊 要不然等那个救护人员下来 马上我跟你讲做CPR 然后压到医院里 我差不多也压死了 真的是这样 这个是事实 那你看这一个也是嘛 我不是说着玩的 这个旁边他咨询的时候是 我们卫生局长在台湾喔 你要晓得啊 能当卫生局的喔 官员喔 都是西医 这里我不知道 这里有没有中医当卫生局的 这里也没有喔 有吗 那跟台湾好像蛮像的喔 国内跟台湾也是蛮像的 那所以喔你看喔 即便像我这么努力在医学研究喔 那么热情喔 然后也有一点喔创新 但你看这么用心的人 卫生局会网罗我吗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就知道 哪有一官班子可以当 所以就是没有人要 所以只好到处飘过流浪 如果当了官员来不了吧 是吗 所以哎呀台湾那个中医师 不是看病啊 要不然下场就是跟我一样啊 所以你看那些专业的人 也当场救 有没有救醒 没有啊 如果医学是在救人命的 那照理前一课还活着啊 下一课倒下去 又没有耽搁 那这个医学应该可以救起来 这样才对啊 但是怎么还救不起来 而这样是普遍的现象 为什么我们的医学不去反思呢 而且继续要这样硬凹下去呢 继续搓下去呢 我真的搞不清楚 人命关天啊 所以我只能说 哎呀我常常自探啊 我这个喔一直在缩吸这样 有一点好像果废火车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国际舞的现场 也是这样 国标舞业余组对抗赛 林姓男子和女舞者跳摩登舞 姿势表情很到位 没想到比赛结束后 林姓男子突然手摸 胸口坐在椅子上 不舒服的模样 没多久倒地失去意识 一同比赛的女舞者 连忙扶着她 还有人冲上前CPR急救 一旁则是有人帮忙扇风 解开林姓男子的舞衣 所有人都急患了 一路人员喔 稍微在旁边 稍微在旁边 CPR分流 救护人员一抵达 立刻CPR电击 五分钟后 将人送一急救 人宣告不至 一半都是一分半都是两种 我们差不多一分钟左右 我们就就就end 所以说她只上场跳一分多钟就 对对对对 这起猝死意外 发生在17号下午 57岁林姓死者 有心脏疾病史 因为热爱国标舞 报名失职会举办的比赛 参加自次不计分的 业余组选手对抗赛 比赛前都好好的 比赛后却倒地猝死 让现场比赛的人员 感到相当难过 你看这个患者 他整个记者的报道 你们只要仔细听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不舒服对不对 手握着胸口 然后坐在椅子上 然后不久就怎么样 没有意识了就倒下去 所以你看心脏病化 他来得很急 但是第一个是怎么样 不舒服喔 那不舒服我们说 症的不适感 多属怎么样 他处体伤 这个明明就可以救的嘛 他只是一个不舒服嘛 你只要按对了 而且前一刻还能跳舞 肯定不是热能不足的问题 而是什么 体伤嘛 所以种种都印证我说的 这个心脏病化 根本就是体伤的问题 也就是属症 那这个症 你只要找到开关 就可以解决了 那开关我们已经找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在抢救 你们还记得 昨天我讲的急救图表嘛 心脏病发 顶多按多久 一两分钟 对不对 而且病人这时候很虚 能不能大力按 我特别强调 你看他们在抢救 我发现他们一个比一个猛喔 你看男男女女都要 女的也是这样 虎虎身风的 那男的更不用穷 太三压顶 你看一个人那么虚 经得起这么多人这样 不断反复这样压吗 这个活着也会被压垮 这个是不对的 而且他们做起来太不斯文了 有一点太野蛮了一点 所以我看过 你们也许只听过 哎呀有人被压断热乎的 有没有 很常听 重 危险性太高 因为这里很脆弱 但是我还看过 亲自看过 把胸骨怎么样 胸骨就是这一块大骨喔 压断 这是我亲口看到 亲眼看到 连这里都会压断 你们就知道 西医喔 我不知道他们规范 有我们那么严谨吗 你们学CPR 他有说几分钟吗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继续按 按到他起来是吗 哦 那太猛了 那个不能 那个冷冷虚 这样如果一路按下去 肯定挂了 所以就是这几个问题 这几年喔 说实在有一点遗憾 我一直希望能够 如果大家提供我 这个心脏病发的案例 你们好好找喔 我实在找不到 太难找 因为为什么难找 他来得很急 那你抢救的时候 你都是怎么样 分秒避震 那时候很少人会想到怎么样 立刻拍 所以一般会拍到的喔 就像癫痫一样 他因为来得急 都是在上课的时候 才能收 才能收紧 所以我这几年 说实在我也蛮努力在收紧 比如说我到处讲学啊 讲课啊 那每一场我都在看 嗯 有没有 那等了好久欸 一场一场落空 奇怪就是等得到癫痫 就等不到心脏病发的 那比如说今天已经第几天了 第三天也是差不多快捷 所以看起来这一场 我又落空了 所以你就知道有多难收集 你看五百个人 竟然没有一个人倒 这个只能怪你们太健康了 好 那所以喔 我们现在喔 这样累积多年来 只有收集到一个刘医师的 早期在柬埔寨 心脏病的一个抢救的镜头 那绝对是变成基金会 硕果仅存的 那我们只好放这个案例吧 呢 心脏病急救案例 心脏病急救案例 等一下 这个还是算侧面 昏倒 捂围 搂围 分到 骨骼 有人这么不容易 枕頭 肚子跟他蓋著 好 他這個 表情喔 臉色沒有變應該是心臟的問題 我們把它翻側面的 要把它心臟先解開 用頭髮給你回來 被動一下 好 大人很快 好 放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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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醒來了,牠已經在生癮了 現在把牠心在按好,以後再來按牠的頭部 好,牠眼睛已經醒來了 那個紅豆,準備 好,頭部 先給牠溫服 好,給牠先在後面 好,給牠躺著 好,牠帶走一個衣服,牠是肚子蓋著 你問牠,牠剛才是怎樣不舒服 是不是肚子 是不是胸悶 你問牠原來有心臟病嗎 牠原來心臟不好吃 這個患者也是多年的心臟病 然後就當場這樣倒下去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劉醫師的搶救跟他們CPR的 有什麼不同嗎 第一個,牠很鎮定 還看牠臉部面無表情 有沒有,還跟你們解說一下 他不急急救 然後第二個 他的動作很優雅,從容 你看得出來 有沒有像那種暴力式的這樣猛壓 也沒有 你看牠只是這樣 而且壓的是在骨旁 那個承受力比前面怎麼樣 還要大 再來牠搶救時間快不快 也快啊,一分多鐘牠其實已經身影了 那如果以現在的搶救 如果有身影了 還要不要再按 不需要按了,就溫敷 那是早期的影片 所以那已經是確定可以起來了 我問劉醫師 那你為什麼不趕快做 還這樣講解呢 他說喔,其實我已經救了三四個 所以我知道我一定救得起來 他非常有信心 所以才一般一邊做一邊講解給你們聽 好,那心臟病我說這個急救的喔 他們說的喔,死亡率太高 事實上我認為是還是怎麼樣 開關的問題 因為原始點喔,已經了解到 開關按不對其實效果是不好 譬如你指頭痛 你按指頭會不會好 不會嘛 指頭痛,你應該按手背部 你竟然按到臀部 會不會好 你們可以試嘛 如果腳踝或手腕扭傷 你一直揉臀部 我看你好不好 是不是 所以就好像開關你按不對 燈也不會亮啊 一樣的道理嘛 這個一般的常識啊 所以 重點在開關 那很顯然 西醫在這一點上 他沒有開關的概念 我昨天已經講過了 這個只有中醫喔 中醫也許可能心臟病還會扎內關啊 或許還比他們好一點 但是因為離太遠了 有沒有 所以他力道太微了 對於這個狀況 我目前還不知道這樣能不能救火 我還不敢說 真正要救大病的 我看只有原始點 所以有人建議啊 哎呀原始點是不是應該喔 做一個這種急救圖 然後到處亂貼呢 這個不可行啊 說也有人建議 在飛機上就給他們貼啊 以後照這樣 人家怎麼願意聽你 所以這個就要從教育下手 越早學到急救 是越快速 你看中風 家裡有老人家 那個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 那你只要在你就可以把它救起來 心臟病發也是 那只要學到了你看可以挽救多少生命啊 非從教育下手是不行的 因為發生的地方一定都 大部分都在家裡居多啦 那如果家裡的孩子都有學了 你別看那些小孩子現在可聰明了 那個電腦啊或是什麼遊戲啊 玩的可熟啊 那叫他們學這個也很快的啊 他們很喜歡懂 那你看從小學就可以教了 那家裡有什麼事 他們這些小孩子就可以服務了 所以我還是認為 從教育下手才是根本 心臟病還有我剛剛講的 有些會搭桥 裝支架有沒有 那為什麼會 因為他們胸悶胸痛 就會去找醫院檢查看看 欸有時候檢查出來 哎呀他說心血管快堵塞了有沒有 或是堵塞了百分之八九十啊 一定要開心 然後裝東西 那開心他們可開心 但是你會開心嗎 開完之後還要一直吃藥耶 被控制住 所以這確實是一個大問題 那我知道開開心手術的 那個手術費用一般都很高 那醫院很喜歡的 所以他們會用這樣說服 但是我要問你們一個問題 當你們胸悶胸痛或心境 然後去醫院檢查 結果檢查出來 他說你心血管堵塞百分之八九十 意思是你的胸悶胸痛 是由這個引起的 請問 心血管堵塞 會不會造成胸悶胸痛心境 認為不會再舉手我看一下 哎呀你們現在是明白了 越來越清晰了 因為檢查出來的是什麼 果嘛 異常的果跟症狀 有沒有關 無關 所以我做了很多 我親自也做了很多 有些醫院說 哎呀你已經胸悶胸痛 那血管堵塞了 就是因他引起的 結果他來到基金會 我親自幫他做 做完馬上胸悶胸痛就怎麼樣 立刻緩解 立刻喔 那我問各位 他心血管還堵不堵 還堵嘛 不可能揉完就不堵了嘛 繼續堵 那如果堵是因 那症狀症是果 那很顯然不符合嘛 我現在症解決了你還堵 那怎麼能說他彼此有因果關係 很明顯 這樣的案例因為做多了 我也終於確定 我常常跟志工講 哪一天萬一我倒下去 絕不能把我送醫院 我都交代了 不管是腦中工或心臟病或什麼病 突然間倒下去 因為這個倒下去一定是什麼 症嘛對不對 那症按了就會好嘛 那我寧願相信什麼 志工 但我福報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我在家裡我的孩子都會 原始點 他們知道我按哪裡 那在 要不然我的場所就是到基金會 我大部分就是這樣跑 要不然就演講 都有志工站 所以我倒下去 我肯定不會被送醫院 好 那我們急救 就先講到這裡 好可憐 我去照顧 那你 走